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2年1月26日 查尔顿叛赢波笑哈哈 英格兰联赛锦标赛本周三凌晨将进行角逐 其中一场哈特尔普将交手查尔顿 两队并不是同一级别联赛球队 因此双方存在着一定的实力差距 再加上查尔顿上仗赢波重返胜轨 迟迟未能迎波的哈特尔普的确胜算渺茫 作为英语队伍 哈特尔普在自身硬实力方面就远不如查尔顿 再加上他们近况难言出色 近三战一场不胜 其中军场失一球 进攻端更加多达二场未能取得入球 而对手不过同位英语的布里斯托流浪和卡素尔之流 其近况之差可见一般 需要指出 哈特尔普队史并没有斩获过太多冠军奖杯 尤其进入千许年之后他们所获得的冠军 大多是名不见经赚的比赛 因此球队亦没有太多队史荣誉可以拿得出手 总体来说哈特尔普不论名气 还是实力都并不突出 此番面对更高阻别的球队查尔顿的确难有太多胜算可言 查尔顿是英甲球队 从自身硬实力方面来看 他们的确要比英语分子哈特尔普强得多 而近况方面 查尔顿同样亦是更胜一筹的一方 事关球队刚刚才凭借保释东和摩根的入球以2比0击败 费列霍特重返胜轨 球队士气固然高涨 除此之外 在双方最近的两次交手中 查尔顿斩获全胜战绩之余 二场合共得失球比位7比2 不难看出即使在当时 双方都存在着较大的实力差距 何况目前大家都并不在同一水准联赛上 再加上他们上一场英锦赛 面对英甲前列分子 米尔顿凯恩斯都能取得一场凌峰的胜利 此番面对实力更加不济的哈特尔普 查尔顿迎波有望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订阅我们的频道就是给我们的鼓励